B2B批发和B2C零售外贸方面有什么差别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聊个非常浅显的话题 但是很多人都问到 就是说你在做国际贸易或者跨境内场的时候 你是做B2B呢还是B2C呢 我们来聊聊这两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 就是B2B是指Business to business 是公司对公司企业之间的一些交易 它涉及到的资金非常大 而且频率会比较低 比如说你采购5吨的原材料 或者说采购100台设备 或者采购一个客单价几百万的一个机器 这样子叫做B2B公司对公司 它承担的是基本上通过邮件的形式 然后长期的回答客户各种问题 这样子来慢慢的促成承担 它可能就说B2B10年不开锅 开锅吃10年 10年可能太夸张 比如说3年吧这样子 所以这是很多人做B2B 就是为了求突然爆发的那一刻 B2C的话就比较不同了 B2C的话是通过点产品的特色 然后还有一些爆点 它能解决客户一些某些具体的痛点 面向的是成千上万的零售端的客户 所以你的产品应该有趣 或者说有用 而且你要投放了广告的机制 也是在那种人群比较多的地方 比如说卖杯奶茶 卖一个手机壳 卖一个比如说这件装饰品 这种就是类似B2C的零售属性 很强的东西 那B2C应该怎么做 B2C的话就是 你要不断给产品拍有趣的视频 然后在各大社交媒体 注意是社交媒体不是搜索引擎 社交媒体上投广和推广 希望是对某些产品有兴趣的客户 这样子的话用这种精准客户营销的方式 来帮你的B2C产品来做爆款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是做B2B来做B2C 这个其实很难说 因为我们见过行行出状元 我们见过有卖B2C爆款的人 在亚朗讯上卖一代的东西 也有见过卖B2B 突然间一单就赚了几百万的人 都有可能 我建议我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懒 比较不想天天看数据的话 你可能考虑做B2B 天天跟打交道 如果说你创意十足 不断想去挑战新事物 总是想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又喜欢分析数据的话 又喜欢天天投放广告 看各大社交平台 然后你可以考虑B2C 因为B2C基本上是一个 与消费者打交道的一个事情 B2B是一个与大客户打交道的事情 今天我们今天聊到B2B跟B2C 之间的运思路的差别 那这两者还有什么想法 欢迎给我们留言 请告诉我你们说B2B还是B2C行业的 我们网络传经常会分享一些 海外推广一下小技巧 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